大家好,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分享的是 Like a Q 雖然 Like a Q 推出了一段時間 大約是2015年的時候推出的 到現在都有三年 但是依然是這樣搶手 買都買不停 為什麼這麼好賣呢?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賺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部相機 如果你想買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些因素 這部相機其實是一個 28mm 1.7mm的鏡頭 而不是這部相機 其實以 Like a 鏡頭來說 28mm 1.4mm 都要說 差不多四萬元左右 現在基本上就是買鏡頭 送相機 雖然兩個是拆不開的 但是計算一下 在鏡頭的重量 我們測試一下它的重量 我們測試一下它的重量 現在沒有電池 有電池和SD卡 是641g的 相對來說 其實算是很輕的 其實還有一部銀色的重量 也是一樣的 只是沒有裝電池的 會輕一點 銀色和黑色最大的不同 就是鏡頭銀色 頂部是銀色 以及底蓋是銀色 至於後面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後面的位置是一樣的 只是頭尾的位置是銀色的 這是視乎你自己的喜好 喜歡選擇什麼顏色 這支鏡頭 已經說了 它是可以自動專注的 這是一個最吸引的地方 因為當時想要質素 但又要自動專注 相信輕便得來 要方便 這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支鏡頭 依然是可以手動的 譬如說 要按一下這支鍵 無論你是由AF 去到手動 或者是由手動 去到AF 都要按一下這支鍵 我怕你不小心按錯了 這樣便會方便些 另外最棒的東西 就是這個可以微距 微距可以扭來扭去的 再說一說Macro這支鍵 這支鍵很有型 因為它一扭去Macro 看到它下面移動上來嗎 如果回到頭 Macro轉回正常 它又會移動一尺 這個其實是看什麼 是由無限遠 去到0.3米 這個是正常的對焦距離 當你去Macro的時候 就由0.3米 去到0.17米 這個就改變了 同時間 近攝的時候 都可以用手動 或者是Auto 都是要按一顆按鈕 按這顆按鈕 然後開啟 OK 我們現在試試拍攝 近攝影響一雙花 的效果是怎樣 我比較冷 用AF 大家看看這個效果 仔細度和光暗 其實是很漂亮的 另外其實 平時用很多時候 會有機會 相片要把照片 傳到你的電話裡 傳到你的電話裡 其實它有一個Wi-Fi的功能 可以直接用Apps 傳到電話裡 這應該是很方便的 好了 現在是在相機那裡 我們看看怎樣按 首先呢 我們要選擇一個Menu 選擇一個Wi-Fi的東西 裡面 這個Menu 然後呢 在Wi-Fi的模式 那裡 你記得設定是主機 因為有時候可能 你有機會 在外面 或者在其他地方 你是沒有Walter 所以一定不要選擇其他東西 選擇主機 然後選擇遠端控制 遠端控制 thời gид著 就會會選擇個QR 可以顯示你的 Leica Q 的消費號碼 你拿一個電話 就可以將頂多 當然 在你的電話 可以拖動前 你首先要洽來 你要安裝 hablight Q 的 presenting 你也可以在iPhone 進Mac derived的頂多 Android 也是可以 妳現在就 jingle 你可以安裝後 之後,它會有一系列的東西 叫你去確認、安裝 那你按一下,然後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後 你們就要回到外面 在設定那裡 看一看你當時的Wifi 是否接駁了這個 這個NICAQ 跟它用Wifi連線了 確實它們是連接在一起 OK 出去了 然後再打開Lica Q的apps 我現在就在找中 你只要在這裡點一點 它就找到了 大家確認再找到對方 當它在紅色的時候 你不要再按了 再按它就會中斷了連線 你看回其他東西 這裡就是相機 現在實時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畫面 雖然有輕微的延遲 但相機可以接受 這裡甚至可以按鍵 控制相機即時拍照 譬如說有時自拍 這樣就很方便 至於拍出來的相片 在播放上可以看到 像這張剛剛隨便拍的 在這裡就選了其中一張 然後下載 你看到上面的紅色巴 正在走著 當這個紅色巴 完成之後 這張照片 是完全放在手機上 現在看到 狂認發 OK 出去了 其實可以一次過 選擇很多不同的相片 譬如說這裡有五張照片 我這裡要選五張 這張照片剛剛之前 下來了 我就不再搞了 這裡是下載 紅色巴 由左邊到右邊 一張一張 去下載 下載 手機上 有些時間的關係 我事先就已經下來了 那些照片 現在看看 手機的照片 上報 這個是之前 下載 另外一張 還有其他 另外的幾張 一樣可以放大縮小 顏色和細節 都是保持原作 相機我們就看完了 現在我們來看看 到底 Rica Q 你說這麼好 到底拍的照片是怎樣 我這裡的照片 不是很多 但是 都足夠去表達這部相機的 優異性能 首先現在看看這個 因為這部是 可以控制到光圈大小的 相機 很多資料可以看到 我在這裡開了少許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相片是完全沒有 只是 用DNG 由Lightroom 轉回頭 看到 其實 當時是1.7張圈 ISO是400 只是EV值 稍為加大了少許 去到1.3的EV 大家可以看到 例如 Model那些衣服 雖然是閃亮亮的 其實只是一個 少許的光圓 打下去 當時 也可以完全反映到 現場的氣氛和感覺 在特別的地方 譬如說 這個杯子裡面 有少許顏色的燈 應該說是 有個顏色的珠 再加上少許的燈 已經打下去 那麼輕微的光圓 都可以令到 綠色 紅色 這些 是這麼明顯的 完全 那個 細緻 是出來了 暗位 那些 也表達得很清晰 完全是 當時的氣氛 眼看 就是這樣 拍出來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第二張 這張 其實你看到 好像很簡單 但是 說回 當時的環境 是一個很暗的環境 來的 所有光圓 只有這些 手持的 米仔燈 光圓 而已 要點 其實就是 ISO 推高了 以及EV值 也是加大了 少許的 那麼 看到這個效果 Model的面色 各樣東西 細緻 完全是出來了 在這樣的 低降的環境 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其實都相當不錯 對於一部 都可以叫做 傻瓜機的機來講 做到這個效果 一點都不是傻瓜 那麼 旅行機 一定是離不開 就會出去外拍 拍一下 當地的環境 因為它是28mm 可以看得到比較寬的位置 一般旅行來說 說得非常適合使用 還有下一張 這一張 是一個室內環境 是一個超市 來的 拍到一些蘋果 有紅色 有綠色 其實蘋果是不規則形狀 還有本身上面有一點點 立的 那麼這個鏡頭 對於這方面的 光線 的反應 是很強烈 將細微的 立體感 呈現在你眼前 這個就是當時 在我店鋪拍的 直接拍 什麼都沒有收拾過 應該說是用DNG輸出 連Lightroom也沒有經過 這裡看到是直接出的 一個JPG的相片 也是全開光圈 ISO也是偏低 屬於160 快門速度 60分之一秒 看到白平衡 光暗 細緻 都是做得很好 這個在微距方面 我就教了用微距功能 去對焦的 這張相片是有些嚇到的 立體感 是超強 看到那個麵粉花 每一反的光暗位 是完全 看到漸變 而且 細緻度非常強 當時 做麵粉花的 人 應該說 他的指紋 都是印了下來 都看得到 在這裡 看到 一點點出來 氣氛也很足夠 另一張也是一個微距 對得很近的 光圈略為收了一點點 收到四光圈 三十分之一秒 也是完全沒有才過 看到光暗 顏色方面 非常好 營造的氣氛是非常不錯的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 介紹 攝影產品的 視頻 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收到